一開鍵即搶光 夢幻牛三寶 話說熱烈特務 被任意門傳送到宜蘭 目標要搶的英雄名單 可是殺手集得很巧色 因為店內有樣夢幻好料 據說只要一個紅綠燈的時間 就被秒殺了 阿鳥 那這樣子想要吃到它 難道還要看這苗 想要如何安排嗎 這怎麼回事... 怎麼會這樣 不要怕...好不好 我們不會有暗樁 來 講的是時尚全方位服務公投 阿松海 有看到 處理好了 剛剛舉手打釉的人 可都是我們安排的暗樁 整家店這麼長的人籠 就是為了要搶食 那傳說中的夢幻好料 限量牛三寶 好棒喔 好險有吃到 真的 你知道怎樣嗎 這家店11點10分開門 但是你要9點多來排隊 才吃得到我們現在桌上的 這兩碗夢幻三寶 你們看喔 它這個牛肉 這太誇張了 是後切是不是 太後切了 是牛排吧 太扯了 它的牛肉非常非常大塊 可是卻很軟 然後它是屬於筋肉 就是有帶筋 所以你可以吃到那個牛筋 很嫩很嫩的感覺 而且它的重點是 它滷得非常非常的熱味 就是說他們都用這個 特選的中藥材下去滷 所以吃到手道裡 除了牛肉 跟它那個中藥的香甜味 它裡面這一塊牛筋的部分 它其實煮得非常多的很爛 我覺得已經有點接近 是我們那個開口 對 過了那個過分了 真的 對 跟那個牛筋很像 但是它又多了那個Q度 我的天天天啊 後切牛肉Q彈大牛筋 還有夭壽長的牛肚 這碗終極秒殺版的牛三寶 當選白大英雄 阿松我是舉雙手雙腳贊成 不然這樣喔 人家牛肉麵 還曾經是宜蘭百搭小吃的 冠軍盟主耶 好吃 一般通常吃到的牛肉麵 都是屬於比較厚的那種 陽春麵 這裡的是比較接近拉麵的口感 拉麵 柔柔的 可是它卻有刀削麵那種 麵條的咬勁喔 它的筋性夠 Q度夠 所以它呈現了一種 不規則的形狀有沒有 所以你要在嘴巴裡面啊 它是呈現一個不規則的狀態 對 所以你在咀嚼它的時候 它那個層次有沒有 特別特別的好 鄉親啦 這麼堅強的白大美食英雄陣容 你還猶豫什麼咧 快上網投票 休聽志祺 要跟你說這樣好不好啊 好啊